阿龙身手不凡的香港水警小分队队长 天赐和阿龙不打不相识的陆景景观 清末民初的香港 经济繁荣但是海盗猖獗 海盗罗三炮挟持商船 扰乱社会治安 影响到各国商家的投资信心 香港政府派水警去剿灭海盗 在出发前就被炸了警船 水警一连串的势力 让督察非常头痛 上级安排了英国少将来香港督办海盗这件事 所以决定解散水警 把水警改变到陆景队伍里 阿龙作为曾经的水警队长可倒了没 前天刚刚跟陆景的警官天赐打了架 这次被分到他的队伍里 天赐看不惯水警散漫的办事作风 对水警展开了严厉的训练 在一次收查富人俱乐部时 阿龙和天赐与通缉犯大打出手 包庇通缉犯的奸商威胁陆景景观 要告他们非法搜查 一气之下的阿龙主动离职 阿龙走在街上 遇到了自己的好朋友飞哥 飞哥是一名求柴的职业打手 这次受雇于奸商去搞一百支枪 奸商为了海上贸易安全 要用枪支给罗三炮送礼的 飞哥骗阿龙警局内部有奸细 奸细要倒卖给海盗一百支枪 阿龙信以为真 两人深仇皎洁的把警察打落下水 得到了这批枪支弹药 第二天飞哥带着奸商去验货 得知真相的阿龙早已把枪支的信息 报告给了警察 阿龙和飞哥被奸商的打手 追得满街乱跑 幸好天赐带人及时来救 英国少将带着一帮黄毛少女 和绅士来香港 还没弄船停靠岸边 就被海盗劫持回了岛上 督察非常焦虑 甚至想花钱去向海盗赎买少将 阿龙偷听到督察 请和海盗有勾结的奸商 去做中间人办这件事 并答应给对方一百支枪支 阿龙怒施督察 并承诺一定要解救少将 活抓海盗 于是水警队伍又被重组了 阿龙射美人计 将奸商抓回岸室 拳打脚踢知道了和海盗的接头暗号 带着一百支枪 阿龙伪装成奸商和海盗去了岛上 飞哥想顺手发柴 也偷偷的登上了贼船 正赶上海盗罗三炮庆生日 阿龙当夜在岛上留了下来 尾随而来的天赐带人 把英国少将和家眷送上了回香港的船 飞哥在这满船财物准备返岗 却看到海盗二当家负伤回到岛上 因为二当家知道阿龙的水警身份 阿龙处境非常危险 天赐和飞哥决定去救阿龙 这场决斗是猛虎对焦龙 罗三炮特别抗揍 三个人费尽力气炸了罗三炮 水警和陆警联合完成了这次的A计划 扫平了海盗破换 A计划是1983年上映的一部喜剧警匪电影 由成龙指导成龙元彪与红金宝主演 该片开辟了80年代成龙电影的全新剧情模式 影片风格诙谐 故事完整兼有证据元素 其中成龙从鼓楼高空摔下的那场戏 是真实没用替身的 看起来也是惊心动魄 关注微信快看电影305 输入电影名称就能看到完整版了